皇帝听到动静 匆匆赶来 一看小妖和枪炫的样子 立即明白她知道了 静的死因 忙一把把枪炫拽出屋子 她一边掌尖蓄力 戒备地看着小妖 一边急促地对枪炫说 立即离开 不要逼小妖杀了你和她自己 皇帝用力把枪炫推到暗卫中 对萧萧命令 立即护送枪炫回子经顶 萧萧不顾枪炫的挣扎 强行把枪炫推上了座齐 座齐驮着枪炫 刚刚飞到空中 一声垂心气血的的悲笑 从屋内传来 枪炫回头 看到小妖睁开了眼睛 她唇角是烟红的血 手上也是烟红的血 漆黑的双眸冰冷 就好似在她眼中 一切都已死了 包括她自己 不管多艰难绝望时 小妖都在她身边 每次她回头 总能看到她温暖坚定的目光 可现在她却用 最冰冷无情的目光看着她 枪炫就好似五脏六腑 都被剖开了 痛得她整个人站都站不稳 软跪在了座齐上 回去 我要回去 她竟然想命令座齐回头 萧萧甩出长鞭 勒住了座齐的脖子 强行带着座齐往前飞 小妖 枪炫的叫声无限凄凉 倾诉着她愿意用一切去守护她 也愿意做一切 让她快乐无忧 可小妖什么都听不到 她手一松 一只银色小剑射入座齐小腹 一剑毙命 座齐急速下坠 幸亏消消反应快 立即把枪炫拉到了自己的座齐上 又是一剑飞来 射中了枪炫的发关 所有人魂飞魄散 狮声惊呼 枪炫披头散发 呆呆地看着小妖 明明灵力不弱 她却丝毫没有躲避的念头 这一刻 枪炫竟然想起了母亲自尽时的样子 她心口插着匕首 痛得身子一直颤抖 却笑着跳入了父亲的墓穴 原来情到深处 真的会宁死也不愿失去 她终于理解了母亲的选择 枪炫用力推来萧萧 面朝着小妖的剑锋战力 如果不能生同卿 那就死同穴吧 暗卫们看小妖又在搭建拉弓 冲上去想击杀小妖 枪炫吼叫 不许伤她 不许 谁敢伤她 我就杀了谁 皇帝挡在小妖面前 伸手握住了小妖的剑 悲痛地叫 小妖 枪炫已经一时糊涂 你不能再糊涂 小妖盯着皇帝 身子摇摇晃晃 楠楠说 你早知道 你们都骗我 皇帝和枪炫是她世间 谨剩的血缘至亲 却都背叛了她 小妖悲痛攻心 气血翻涌 连射了两箭 已经神洁立尽 手中的弓箭渐渐消失 身子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皇帝抱住了她 对空中的枪炫怒叫 你还不走 真想今日就逼死所有人吗 枪炫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耳畔风声呼啸 就好像耳畔有人一直在悲鸣 这一生 每个决定都有得有失 她从没有后悔做过的任何事 可这一刻 第一次有了一个陌生的念头 我做错了吗 皇帝下令 给小妖用了安心凝神的药 小妖悠悠转醒时 已是第二日中午 小妖想做起 却全身酸软无力 又倒回了榻上 这是过度使用力量 透支身体的后遗症 苗普扶着小妖靠坐好 小妖揉着酸痛的手指说 我这是怎么了 枪炫悲痛欲绝的脸 突然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 枪炫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磨难 早被千锤百炼的肩如磐石 即使做梦 小妖也不可能梦到这样的枪炫 她想起了婚厥前的一幕幕 我我射杀枪炫 小妖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 也许她是希望苗普告诉她 一切都只是噩梦 苗普苍白着脸 低下了头 是枪炫杀了警 而让枪炫动杀机的原因是她 小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真宁愿永睡不醒 其实 她最应该射杀的人是她自己 小妖大笑起来 可那笑声比哭声更让人难受 苗普急得不知道该如何 是好皇帝走了进来 苗普立即退出了屋子 一夜之间 皇帝苍老了很多 她默默看着小妖 竟不知该如何开口 纵然她志气百出 能令天下沉浮 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小妖 半闪后 皇帝说 枪炫已经铸成大错 就算你杀了她 也不可能让锦活过来 小妖痛苦地问 你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却一个杀了我的夫婿 一个帮着隐瞒欺骗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这样对我 皇帝叹息 对不起 我尽力化解了 枪炫是个聪明孩子 一直懂得如何取舍 我以为她能明白 可我还是低估了她对你的感情 等知道锦出事时 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我只能暗暗祈求你一辈子都不知道 自从知道有人害了锦 我就一直在想该怎么对付她 杀了她 太便宜她了 我打算让她做我的要人 听说 鱼江的哥哥 曾是大荒第一库里 发明了无数酷刑 其实他可真笨 想要这么人 应该先学好医术 只有医师 才知道人体最痛苦的部位 也只有医师才能让一个人经受了以前折磨 恨不得自己死了 却依旧活着小妖悲笑起来 竟然是枪炫 让我恨不得连千刀万寡都觉得便宜了她的人 竟然是枪炫 皇帝劝道 人死不能复生 你杀了枪炫 除了让天下陷入战火中 你能得到什么 我至少未尽报仇了 报仇了 你就痛快了吗 就高兴了吗 小妖决然地说 是 我就痛快了 昨日她晚宫射枪炫时 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杀了枪炫 再自尽 让一切都结束 究竟是痛快还是痛苦 你肯定会有答案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你是谁 你的母亲 是为轩辕战死的轩辕波 你的父亲是宁死 也没有放弃神农的吃油 你的父王是为了天下万民 毅然放下全世的白地 你若为了自己 让天下轻腹 万民流离 你根本不配做他们的女儿 小妖冷笑 不配就不配 你们都是名传千秋的大英雄 你们愿意承担大义责任 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只想做个自私的普通人 找个小小的角落 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活着 睿智英明的皇帝陛下 如果你想阻止我去找枪炫报仇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现在杀了我 为了你的天下大义 你应该能狠下心动手 几千年都没有人敢 对他如此说话了 皇帝无奈 直到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他起身离去 走到门口时 突然回身 说道 你可以不考虑他们 但你至少该考虑一下景 景的性子如何你最清楚 他可愿意让你这么做 小妖的脸挨在枕上 冷冷地说 这话你应该去对枪炫说 景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要杀景 皇帝叹息 勾搂着腰 离开了 屋内寂寂无声 小妖的倔强锋利消失 眼泪无声地滴在枕上 几日后 小妖的身体恢复 她发现 所有她做好的药都不翼而飞 所有她制药的工具都消失不见 药房里存放的药材 不管有毒没毒 全部清空 就连药田里中的药材也全被拔掉了 可以说 现在的药谷完全是空有其名 别说要连药渣子都找不到 侍卫一天十二个时辰 寸步不离地盯着小妖 左耳和苗圃也被监视 小妖根本无法离开小月顶 更不可能进入防守严密的紫药顶 甚至 她连张额殿都不能去 除了居住的药谷 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凤凰林 小妖被皇帝软禁了起来 可她既没有试图离开小月顶 也没有和皇帝吵闹 每日里只是发呆 常常凝望着凤凰树下的秋千架 一动不动地坐好几个时辰 每天 皇帝都对小妖说些劝解的话 小妖不再像之前一样 冷言冷语 针锋相对 她沉默安静 不言不语 皇帝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听进去 也猜不透小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苗圃来收拾食案 看到半个时辰前端来的饭菜 一点没动 含泪劝道 小姐 吃一点吧 小妖笑了笑说 苗圃 你坐下 苗圃神情紧张地坐下 以为小妖要吩咐她什么要警示 小妖问 你喜欢左耳吗 苗圃愣了一下 别扭地说 小姐问这个干吗 小妖说 昨儿以前的日子过得很苦 是你难以想象的苦 她很聪慧 可在事情俗事上 却半懂半不懂 你要对她耐心一点 好好照顾她 别让她被人骗了 她这种人都是死心眼 一旦认定了什么 不管对错 就算变成魔 化成灰 都绝不会回头 你看牢 她千万不要让她走入歧途 其实 左耳的心愿很简单 有个遮风避雨的洞穴 找个慈兽 自由自在的生活 小妖十分郑重温柔 鸟谱修难淡去 说道 我是孤儿 幸亏有天赋 被陛下选中做了暗卫 我不像萧萧姐她们那么能干 全是富贵不敢求 也不想求 唯一的奢望 就是有个家 我会照顾好左耳 不会让别人欺负她 小妖看向窗外 叫道 左耳 左耳竟然从屋顶上翻下 坐在了窗台上 苗普阿一声 脸疼得红了 你你偷听 不是偷听 左耳苍白的面容 依旧没有丝毫的表情 可剩下的那只耳朵 却有点发红 小妖说 当日 你跟我回来时 我答应了你 每日有饭吃 还会帮你找个媳妇 你看苗普这个媳妇可中意 左耳瞅了一眼苗普 点了下头 看似镇静的 没有丝毫反应 苍白的脸颊 却渐渐红了 耳朵更是红的 好似要滴血 小姐 你 你苗普捂着脸 冲出来屋子 小妖对左耳说 苗普经常凶巴巴的 其实她只是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 对你的关心和担忧 我知道你不习惯和人解释 但她会是你媳妇 媳妇娶回家 就是用来疼的 尽量尝试和她解释一下 就算只说一句我会小心 她也会好受很多 媳妇是用来疼的 左耳思索了一瞬 像是完全明白了小妖的话 点点头 小妖走到窗边 扬声大叫 苗普 我要喝水 不一会儿 苗普端着两盅水进来 低着头 不敢看左耳 小妖将一枚玉剪交个左耳 对左耳和苗普说 我现在无法离开小月顶 你们帮我送一封信 轩辕成熙的狗尾巷里 有一家没有招牌的打铁铺 有个白发苍苍 长相清俊的打铁匠 你们把这封信交给她 然后一切听她吩咐 明白了吗 苗普问 为什么要两个人送信 小妖严肃地说 这件事很紧要 我派你们两个人 去自由我的原因 左耳一个人完成不了 苗普犹豫 说道 可是我和左耳都走了 只小姐一个人 小妖淡淡而笑 外面那么多侍者 何况还有外祖父在 难道你还怕有人会欺负我 左耳面无表情地看着小妖 完全不表示 她回去执行命令 小妖说 只要我不离开你小月顶 他们不会伤害我 苗普 你说我说得对吗 苗普对左耳点了下头 皇帝陛下限制了小姐的自由 既是在保护黑帝陛下 也是在保护小姐 那一日 小妖射杀黑帝陛下 很多人都看到了 难保不会有对黑帝死中的人 为了黑帝的安全 做出过激的事 左耳把玉剑收好 对苗普说 走 苗普问小妖 侍卫会放我们离开吗 小妖说 你如实回答 是去宣源城给狗尾巷的打铁匠送信 外祖父肯定会放行 其实 皇帝巴不得把左耳远远打发走 苗普说 小姐 你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尽快回来 小妖目送他们的背影渐渐远去 暗暗叹了口气 本想做一个沉默的守护者 看着左耳和苗普慢慢地发展 可世事多变 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只能挑明一切 让左耳和苗普相互扶持 彼此照顾 小妖在心里默默祝福 左耳 苗普 后会无期 祝你们幸福 香柳没有得到的 我和景也没有得到的 但你们一定会得到 皇帝一直提防着小妖用毒 把药谷内所有的药材都收走了 可小妖一直是个牢记教训 绝不犯同样错误的人 自从上一次从红艳上摔下 危急时刻却无药可用后 小妖就仔细研究了一番如何收藏药材不会丢失 耳坠子 镯子 头发 甚至一件衣服 只要用药水清泡后处理好 需要用时 撕下布片 加入水 就是要当年费尽心思做这些事 不过是不想让皇帝和枪炫 再为她操心 可没想到有朝一日 竟然会用来对付他们 枪炫虽然从未出现在小妖面前 可小妖就是指达她肯定来过小月顶 皇帝严禁小妖和枪炫接触 可她不知道每个孩子都有大人不知道的秘密 小妖和枪炫 从小同吃同住 更有很多传递消息的方式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 小妖提着个白玉莲花展 一边哼唱着那些古老的歌谣 一边沿着山京慢慢地走 侍卫们看着她是去凤凰陵 也未阻拦 只是暗中跟着 小妖和枪炫刚来神农山时 神农山上没有一棵凤凰树 枪炫在紫荆顶和小月顶一颗颗 亲手种下了凤凰树 百年过去 凤凰树已经蔚然成林 凤凰花的花期很长 从春到秋 整个山坡都是火红的凤凰花 远望璀璨如朝霞 绚烂似锦绣 静看花朵繁蜜 落荫丁纷 小妖漫步在凤凰陵内 不停地有落花飘下 小妖随手接住 把花放到莲花盏内 不一会就装了满满一盏凤凰花 月光下的凤凰花 没有阳光下的凤凰花 那么明艳夺目 张扬热烈 如果把阳光下的凤凰花 比作一位漫步飞旋 美目流转的艳丽女子 月光下的凤凰花则像静静端坐 垂眸沉思的轻丽女子 小妖像小时候一样 时刻放中了脚步 听落花枯叶发出的嘻嘻苏苏声 走到鞦韆架前 小妖停住了 虽然很久没用了 但因为有枪炫的灵力在 鞦韆架并没有被藤蔓攀爬 依旧干净整洁 小妖跳坐到鞦韆架上 双腿悬空 一踢一晃 她一边悠闲地欣赏着凤凰花 一边不时从莲花盏内 拿出一朵花放进嘴里 吸水花蜜 花蜜的甘甜 饮满唇尖 小妖想起小时候的事 枪炫并不喜欢吃花蜜 却总会清晨练功时 赶在日出那一刻 帮她采摘带着露水的花 只因为她说 日出那一刻的花蜜最甘甜 莲花蜜里的露珠都是甜的 每天清晨醒来 不管再痛苦 只要想起朝云峰 总觉得嘴里透着甜 即使身处黑暗狭小的笼子 仍觉得美丽的凤凰花 就在不远处没及时母亲父王不要她了 可枪炫哥哥会要她 枪炫踏着月光露珠 穿过纷飞的凤凰花 走了过来 一袭黑色金绣的长袍 头发用摸鱼观束着 五官清俊 气态儒雅 乍一眼看去 倒向一位情奇诗书作伴的闲散公子 江湖在酒 枪管弄情 林歌范叶 看烟柳画桥 秋水长天 可真与她眉目相对了 就会立即感受到她乾坤在握的从容 一言定生死的威严 小妖很恍惚 竟然觉得枪炫的面相有些陌生 好像她从没有真正地仔细看过枪炫 一直一来 枪炫对她而言就是枪炫 欢喜时可以一起大笑 累了时可以让她悲 生气时可以让她哄 困苦时可以倚靠她 危难事可以交托一切 在小妖心里 她和枪炫至亲至近 无分彼此 只要枪炫想得到的 她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她去得到 所以从五神山到轩辕山 从轩辕山到神龙山 但凡她所有 枪炫都可以拿去用 包括她的生命 她也一直以为 枪炫待她亦如此 但凡她想要的 枪炫必定会帮她争取 但凡她想守护珍惜的 枪炫也必定会示弱珍宝 可原来 一切都是她想当然了 究竟是她没看清楚的枪炫 还是枪炫不再是她心里的枪炫 不过几日没见 两人犹如隔世重逢 枪炫小心翼翼 轻声唤道 小妖 小妖微微一笑 知道我要杀你 还敢一个人来 枪炫说 如果你没有把握我回来 为什么要在这里等候 小妖淡淡说 以前我觉得我很了解你 现在我却不知道 枪炫眼内一片惨然 笑问 要荡秋千吗 嗯 枪炫轻轻地推着小妖 小妖仰头看着火红的凤凰花 纷纷扬扬飘落 静谧的凤凰林内 一个沉默的男子 推送着秋千 一个沉默的女子 荡着秋千 两人的脑海内 都清楚地浮现 火红的凤凰树下 秋千架越荡越高 秋千架上的小女孩 一边尖叫 一边欢笑 哥哥 哥哥 你看我 你看我啊 秋千架旁的男孩 仰头看着 眉眼间都是笑意 火红的凤凰树下 秋千架旁的男孩 已经变成了千千君子 秋千架旁的女孩 也变成了窑窕少女 男子有一搭没一搭地 推着秋千 秋千架上的女子 侧头看着男子 一时当几下 一时就坐着 两人说着话 话题并不轻松 他们的神情 却都很轻松 一直含着笑 并不将前方路上的生死 放在心上 百年的光阴 也许让他们 失去了幼时的欢笑声 却给了他们坚强自信 不管遇到什么 不过是披荆斩棘 杀出一条血路而已 从小到大 他们有过 无数次荡秋千的记忆 可在他们的记忆中 从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 幼时的荡秋千就好像彩虹 明媚喜悦 长大重逢后的荡秋千 就好像乌云中的太阳 纵然四周黑暗 可他们是彼此的阳光 但这一次的荡秋千 却像是暴风雨前的黑夜 没有一点色彩 没有一缕光明有的 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枪炫的手越来越沉重 几乎再推不动 可是他很清楚 这大概是他和小妖 最后一次一起荡秋千 他舍不得停下 纵然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他也愿意就这么一直推下去 小妖把白玉莲花斩 递到枪炫面前 我不知道 我究竟是在恨你 还是在恨自己 大概一起在恨吧 毕竟 我一直都认定 不管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帮你去承担 你犯了错 我也有一半 枪炫从斩内拿了一朵凤凰花 轻轻瞬息花蜜 小妖说 甜吗 枪炫说 很甜 小妖吃了朵花 说道 外婆去世时 我们当着我娘 大舅娘 朱鱼姨的面发是会照顾彼此 不离不弃 我做到了 可你没有做到 哥哥 你没有做到 枪炫拿起一朵凤凰花 放进嘴里 我知道我没有做到 不过不是因为我杀了景 而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不该把你当做棋子去利用 我不该为了得到屠山式和赤水式的帮助 就将你让给了景 小妖说 这段日子 外爷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 什么家国天下的 可是 我不是我娘 我的心很小 只装得下我在乎的人 装不下天下万民 我以前装模作样的关心什么家国天下 万民苍生 只是因为你在乎 但我现在恨你 那些和我没有关系 枪炫笑了笑说 那些的确和你没有关系 小妖说 所以 不管外爷说什么 我还是要杀了你 你杀了景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明白吗 枪炫微笑着 温柔地抚了扶小妖的头 我知道 小妖递给枪炫一朵凤凰花 杀了你后 我会陪着你一起去死 枪炫说 这样也好 留下你一个 我也不放心 痛恨吃油的士族 紫禁宫内的一群女人 还有宇江那些忠臣 我实在不放心 让你一个人去应对他们 还是把你带在身边最安心 小妖吃了一朵凤凰花 笑着说 本来我想了好多好多残酷的方法 打算去折磨那个害了景的人 但我没有办法用到你身上 所以想了这个法子 很甜 一点都不会痛苦 枪炫赞同的说 是很甜 她想再推一下鞦韆 可是再提不起一丝力气 她扶着鞦韆架旁的凤凰树 慢慢地坐在了桃花上 拍了拍身旁坐地上吧 省得待会摔下去了 会跌疼 小妖扶着鞦韆架 亮亮呛呛地站起 步履盘跚地坐下 枪炫了几步 伸手揽住小妖的腰 小妖想推开它 却难以掌控自己的身体 向侧面翻过去 枪炫用力拽了她一把 小妖跌进了枪炫怀里 小妖浑身软绵绵的 没有一丝力气 枪炫如同小时候一般 将小妖秘密实实地抱在了怀里 枪炫问 你常年经营在毒药中 体质应该会抗药 为什么你的毒发得比我早 我比你服毒服得早 我坐在鞦韆架上等你来时 就开始给自己下毒 其实你不该来的 你真的不应该来的 我虽然给你留了消息 但并不希望你赴约 小妖的眼泪一颗颗滚落 枪炫抚去小妖脸颊上的泪 如果我不来的话 你就打算一个人 死在凤凰树下的鞦韆架上吗 让我亲眼看到 我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小妖 你可真狠 小妖笑起来 我的外祖父是皇帝 父亲是吃油 哥哥是枪炫 一个比一个狠 你还能指望我善良 枪炫笑着说 也对 总不能指望狼窝里养出只兔子 小妖一边笑着 一边眼泪不停地滚落 枪炫轻声问 小妖 如果锦杀了我 你会为我如此惩罚锦吗 锦绝不会伤害你 锦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他宁愿自己受尽一切苦 也绝不会把我放在这么痛苦的绝境中 小妖的声音越来越小 气息越来越弱 枪炫用力搂紧了小妖 亲吻着小妖的额头 小妖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自小到大 所作所为 只有遗憾 没有后悔 第一次 他承认错了 枪炫的眼角 慢慢浸出了泪 在月光下晶莹剔透 小妖嘴角上翘 微微而笑 枪炫 哥哥 我 我原谅你 恨你 太痛苦了 比弯心还痛 我原谅你 枪炫眼角的泪滚落 小妖 告诉我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你刚回到五神山 我就牢牢地看住你 绝不给景机会接近你 你会选我吗 小妖的眼前昏暗 什么都看不清 思绪顺着枪炫的话 飞回了一切刚刚开始时 极久远的过去 可又清晰地宛若昨日 我被九尾狐关在笼子里时 一直想着你 你没认出我时 我愿意用命救你 那时 景 声音越来越低 渐渐消失 小妖如睡着的小猫般 安静 枪炫一遍遍 喃喃低叫 小妖 小妖 却再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 朝云风上 白日嬉戏玩闹 深夜相拥一威 一起送别亲人 一同承受痛苦 小妖说她的心变得冷硬如玩石 可她一直被小妖 珍藏在石头包裹的最中间 最柔软的地方 当景要先付出 先相信 去争取小妖时 小妖早已为她做了一切 明明不喜欢权势斗争 明明不关心大义责任 却为了她 陪她回轩原山 一直守护在她身后 她一直觉得景佩不上小妖 照顾不好小妖 只会带给小妖伤心 可是她呢 枪炫亲吻着小妖的脸颊 眼里如湿了小妖的脸 小妖 却再不会搂住她 安慰她 不怕不怕 我会陪着你 如果再来一次 她一定会把小妖 放在最前面 一定会先考虑 她想要什么 而不是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一切都迟了 枪炫搂着小妖 额头贴着额头 脸颊挨着脸颊 缓缓闭上了眼睛